更从iPhone14发布后 其他的机型都有在大幅度的下跳 特别是iPhone12 Pro Max 在14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后 销量也大不流从前 也开始跟着降了 那么其他的机型通过14发布后的话 大概都有降个一两百左右的一个行情 而iPhone12 Pro Max至少要降个五百起步 接下来的话就要跟大家我们分享这款机型 已经收到了收集师傅寄来的快递 里面有两台iPhone12 Pro Max 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开箱宴机吧 收到两台iPhone12 Pro Max都是蓝色的 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两台的外观到底如何 因为它的边框是采用不锈钢的材质 也不容易磨花 酒吧新的一个机器 整体的外观真的是非常亮 而且这样的一个磨砂的面板的话 也是不容易刮花 不容易留指纹 摄像头的话也是非常亮的 而且这种机器的话是完全没有拆卸过的原装机器 好我们来开机看看 可以看到这个封面的话 很明显就有一个是已经升级为了一个新系统 看起来很像安卓机 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有点退后了 然后我们打开看看 打开关于本机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CH的一个国行的 双卡双待的 而且都是256G的一个运行内存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电池电效如何 电效的话呢在84 这个是在86 都是一个原装的电池 都是没有拆卸过也没有更改过什么代码的啊 还是跟以往一样 先检验一下这个相机 好的 再来检验一下这个机器的面容 因为在手机当中属于非常昂贵的 OK 没有问题 那么这两台机器的话 我们过一下艾斯和沙漏 看一下质检报告到底如何 我们先来检验一下这台 更新到最新系统的这台手机 来检验报告 显示全绿 电效84% 充电次数600多 这个的话呢是纯原装的 所以还是符合标准的 再来看一下沙漏的检验报告 燕机详情也是全绿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台 这台的话呢显示正常的 全都是绿色的 电效的话呢也是86 充电次数的话呢是800多次 沙漏的燕机报告也是同样全绿的 说明这两台机器的话呢 是可以达到我们的收机标准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会拿到质检师傅那边的话呢 再质检一遍 那么iPhone 12 Pro Max的话呢 其实真的跟iPhone 13 Pro Max的话呢 没有多大的区别 同样都是6GB的运行内存 都是有高刷 都是有5G的 只是芯片不一样 12 Pro Max是A14的 那么13 Pro Max的话呢是A15的 但是这使用区别真的是不大 但是价格呢 可是差了不止一两百啊 那么这两台机器的话 我通过收机师傅那边 拿回来的行情呢是5200的一个价位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13 Pro Max还是12 Pro Max呢 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处讨论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